大家好,我是老吴臣教授 几天前我丈母娘去亲戚家喝喜酒 我老婆就回去帮她看家 在家里搭了个把星车,今天上来了 我老婆她闲不住,在我丈母娘村子里她老家收了点土特厂 上来卖,上万象来卖 搭班车搭到万象,搭到汽车站 然后坐了个三轮摩托车过来,我看一下 这个是野菜,野果,这个是田螺,这个好像是防散 这个应该也是属于野菜 那个应该也是属于野菜 这个也是 她闲不住 她这几年一直,一直带小孩 她说现在小孩三岁多长 刚刚能够,可以放手了 她在我丈母娘家,现在小孩玩得很开心 她不黏着,不天天黏着她了 所以说有点空闲,她想挣钱 从这个汽车站坐这个三轮摩托车过来是 两万五千老币 两万五千老币,然后她搭班车过来,两万 两万老币,大概还要一万老币的货票 三万老币吧,加起来是五万多老币 就要三十块钱,三十多块钱本钱了 应该挣不了什么钱啊 这是两大田螺,也是收购 村子里面应该有的是小孩去找的 这些野菜应该有,也有的是小孩去找的 这个也是收购来的 好像是蚂蚁蛋还是什么 我也不吃,我也不认识 我今天市场上有卖的,这东西还比较贵 这边三个袋子,有防散,可能还有鱼还有其他的 这个蚂蚁蛋还是很好卖的 基本上都卖完了,都是送货 送给一些摊贩,批发给一些摊贩 因为他们是一手的嘛 还有其他的野味 田螺也送了一袋出去 还有那个东西送了两个客户 还有这个野果 没有送完的,就等一下去市场零售 这个野菜 他在 我也在市场里面经常见过 他这个批发 批发过来是 收过来是一公斤五千老币 零售是每公斤一万老币 但是有点损耗啊 得消掉一点皮 这个要把外面的要削掉一点皮 我看把这个皮削了这么多 损耗挺大哦 不知道有没有利润 可能有点利润但是不高啊 我睡了一觉醒来 我老婆都不见人了 应该又是去送货了吧 可能要是接到水 接到电话去送货了 可能要是接到水 接到电话去送货了 我问他刚刚 刚刚我起床不见他了 他去哪里了 他是去送货了 他是送那个 田螺 送那个菜 还有那个蚂蚁蛋 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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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很多人想要那个蚂蚁蛋 那个好卖 他说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有一袋已经卖完了 其实老卧人 女人 比中国人还是好养活一点啊 上次我有一次我记得我炒了一盘那个菜 一盘普通的青椒炒肉炒了满满的一碗啊 那我老婆看了就说 他说这个要是在他家里 谁两个人吃这么大的一碗肉 那绝对是一种罪过 是一种浪费 他说这个在 在他们那里就是七八个人一起吃的 一家子十来个人一起吃的 这个我在我岳父家里吃饭 真的是这样的啊 有时候杀一只小小的鸡 都是全家人十来个人吃 一个人只能吃个两三块鸡骨头 然后剩下的怎么吃呢 剩下的就是喝汤 吃一口饭喝一口汤 这样才能把饭吃完 这种野菜也叫一种笋吧 反正当这个剥起来 比那种山上的那种笋 要容易得多 轻生得多 那种笋很多毛子 剥起来搞得不好 身上很痒的 以前他也收那个笋回来卖 我是很烦的 二哥我要帮他 二哥一次收个四代五代笋过来 搞个几个小时 我就帮他 帮他削那个笋 这个我就不要管 随便他弄 根据老外人的传统 我可以是不参与不干涉 但是等一下如果东西比较多 我可以送他去市场 我就算完全不动手 这个他们也是觉得是正常现象 有一个邻居过来玩 这个邻居他老公是在中国留学 三十多岁他是工作期间被派到 被派去中国留学的 他儿子跟我小孩也是很好的玩伴 也是在国内上网课 他老公有个车 他就收购了一点 不知道哪里过来的 二手衣服 一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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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拿去村子里面卖 可能可能卖了几次 卖了几次 他说以后不去卖了 我刚刚问他 估计也是效益不怎么好 他吃 旧一袋只能卖得很便宜 而且每天烧油 烧油的不 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所以他不打算卖下去了 他过来看 买了点田螺去吃 这个少妇卖笋 有时候卖蘑菇 有时候看他做一整天 没卖几斤菜 好像就是在分日子一样 嘿嘿嘿 波头洗人很好的 hello 嗨 天员 你还不坐在这里 我喜欢在这边 我喜欢在这边 嗯 这里还爽盆 爽盆饮 爽盆饮 爽盆饮了 这是我老乡好的姐姐 阿梅的姐姐 有没有我一样 可我这边爱阿梅 阿梅百世了阿梅 阿梅 没了 没了 农典快点烙到烂 真烙 真烙 有啥一片羊 啊 有啥一片羊 阿梅一店你也不便补完吧 我送回来没 快得不了 啊 快得不 快得不 就 嗯 你也就去这边才就叫来你啊 这个少妇还可以 这是我的客户 跟我老婆做卖的东西没有关系 这个少妇还可以 这个野菜是一把两千老便 怎么这么便宜 怎么前一段时间不见你 你没有在 你现在刚过来吗 又来了几天了 一个月了 十多天了 我还以为你不做的 也是不想做 不好做 你老公寄钱给你都没有 爸我不卖了 爸卖太慢了 好难做 什么都难做 打工也是帮别人卖东西 也是帮别人卖东西 饭店做饭 饭店做饭 你不会做这个吧 开饭店吧 这个伦村里收过来的东西 因为有比较高的性价比 其实还是很好卖的 都很一下子就有人来 人气还是有一点 这个老板娘做了一单生意 老板娘家在中国十几年 她老公比她大 19岁 后来两个人结婚了 嘿嘿嘿 有没有名钱 多少 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啊 反正我老婆摆摆 摆到7点左右 东西大部分还是卖完了 他们 不错 不见 我们下词 做这件事 正好 就会 我们下词 到哪里 我们下词 这个院里 我们下词 我们下词 我们下词